这个实习女警现在后悔万分 她的车刚在高架桥上发生意外 副驾驶上正靠着她的亲弟弟 眼看着人和车子就要从高处坠落 此时的他们却毫无办法 最终弟弟在事故中不幸离世 车祸也导致秀秀双目失明 往后的日子只能和导盲犬相依为命 这三年来秀秀一心想着复职 希望警队能让自己做文职工作 无奈却被校官一扣否决 原来当年她在工作中擅自离港 从外头找回了陶穴的弟弟 为了管教不听话的她 秀秀以实习警察的身份使用了手铐 但在车子行驶的过程中 叛逆的弟弟试图抢夺钥匙 才最终引发了悲剧 如今的她本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和罪犯较量 不料的云却主动找上自己 这天秀秀出门没有带到盲犬 晚上回家时遇上了大雨 只能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等了半天才有车子过来接她 秀秀上车之后才发现 这辆并不是普通的出租车 司机见到秀秀是盲人 表示会按普通出租车收费 并贴心地调高车内温度 看到秀秀被遇淋湿 还递给她纸巾和热咖啡 秀秀虽然接过了咖啡 但不会随便喝陌生人的饮料 谁知司机见自己没有喝 就要主动帮忙打开瓶盖 此举动十分奇怪 秀秀坚持自己不需要 没想到就在这时 车子撞到了一名路人 司机下车后淡定地查看了一下 只见被撞的人似乎没了意识 秀秀察觉到后备箱撞了东西 意识到不对劲的她立即下车 司机知道对方看不见 便谎称只是撞到一条狗 秀秀根本就不相信 因为她听到挡风玻璃破碎的声音 受害者还从车顶滚了过去 只有撞到了人才会这样 就在她准备用手机报警时 司机脱下了伪装的羊皮 并打算将秀秀强行塞回车里 但想不到秀秀是警察出身 一招请拿手就将她制服 争巧后头由车子经过 司机眼看不妙奋力挣脱了束缚 将秀秀留在这里驾车逃走 好心的路人将她送到派出所报案 警官听了秀秀的描述 根本不相信一个盲人会目睹雄暗 三言两句之后就打发走了他们 此时画面一转 受害者被司机带回到家中 无论女孩如何发出求救 对方只是冷漠地盯着她看 自己的身旁还摆着一具女尸 原来司机是一名变态杀人狂 那具女尸正是前不久失踪的女大学生 而且在她身后的桌子上 还放着秀秀拉在车上的笔记本 里面的内容写有秀秀的联系方式 第二天警察主动找到了秀秀 因为他们又接到一起人口失踪案 认为跟秀秀昨晚的报案有关 负责该案的阿伟也只是例行公事 同样不认为一个盲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就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应付一下 没想到秀秀虽然看不见 其他感官反而变得更灵敏 两人仅仅是相处了一下子 她就能通过声音以及其他条件 判断出阿伟的身高体型与年龄 连她中午吃了什么都能闻出来 阿伟终于意识到秀秀对本案很有帮助 之后认真听了秀秀描述的案发过程 除了嫌疑人的外形特征外 秀秀还闻到车里有消毒药水的味道 车内的座椅是真皮的 应该是配着更好的模范出租车 而且对方还是个左撇子 所以手表戴在了飞冠用手上 阿伟可以根据以上的特征 先从模范出租车司机里展开调查 没想到阿伟刚开始调查后 竟得知有目击者到警局报案 报案人是这个名叫正泰的年轻人 他却一口咬定司机驾驶的不是出租车 是一辆自己不认识的进口车 还看到司机把被害人扶到后座上 以为对方会送伤者去医院 所以就没有选择当场报警 可后座上的人明明就是秀秀自己 阿伟立马知道正泰就是来片悬赏金的 随即把他给轰走 到了这天晚上 一个最熏熏的妹子独自坐在路边 就在这时一辆车子停在他面前 只见没过多久妹子就上了车 随后秀秀就接到一头陌生来电 正是那个凶手给他打去的 听着秀秀的声音一言不发 旁边的妹子已经失去意识 凳子上是一个空的咖啡瓶 很明显里面添加了蒙汗药 这下又多了一个新的受害者 第二天阿伟继续调查出租车 既然凶手的挡风玻璃坏掉 就肯定会到修理店去更换 他也让秀秀一同参与进来 在阿伟盘问出租车司机时 用录音笔录下对方的声音 再让秀秀辨认凶手是否在其中 接着到司机们经常光顾的餐厅 观察是否有左撇子的司机 就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之间也渐渐迸发出了友情 晚上秀秀坐阿伟的车回家 阿伟怕秀秀闻不惯烟味 便打开了后车窗通通风 秀秀发现此时车内的汽流声很特别 才得知阿伟开的是一辆两厢车 回想起那天晚上的细节 自己也在凶手的车上感受过这种汽流声 秀秀才意识到凶手开的是四家车 因为所有的出租车都是三厢市 原来那个叫正太的年轻人却是见过凶手 只是没有目击到全过程 而此时的正太因为一肚子气 正在破坏警方发布的悬赏令 被一旁的凶手给盯上了 只见他悄悄地跟在正太后头 偷听到正太与朋友的通话内容 正太抱怨阿伟不相信自己的证词 当晚他明明看到了挡风不理破碎的可疑车辆 根本就不适量出租车 也看到了凶手的长相 只是想不到凶手也认出了他 意识模糊的正太没有看清对方的脸 就在凶手准备要杀人灭口时 一个居民正巧出来到垃圾 凶手赶紧把正太藏在垃圾堆里 以为转头再回来解决掉 正巧秀秀拨通了他的电话 手机铃声让居民发现了正太 这通电话也救了他一命 得知消息的两人赶到了医院 好在正太的伤势不算严重 感到内疚的秀秀彻夜都在照顾他 正太让他想起被自己害死的弟弟 两人的年纪与长相又是如此相仿 经过治疗后正太又变得生龙活虎 只是他不愿再配合阿伟的调查 秀秀也表示要退出协查 他意识到自己终究只是个瞎子 无法像小说里的一样凭感觉破案 不料刚回到家 就接到了凶手的电话 得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方监视着 凶手警告他要学会沉默 如果再敢轻举妄动 自己和正太都会没命 挂掉电话秀秀第一时间联系了阿伟 不过电话那头无人接听 他意识到正太可能会有危险 赶紧来到医院阻止正太出院 等阿伟过来保护大家 但是正太不想再与他有半点挂隔 一甩手便转身离开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凶手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无奈的秀秀独自来到地铁站 刚刚走进车厢内 外头的正太就看到了那名凶手 正位随着秀秀上车 此时他才想起对方的嘴脸 虽然自己不喜欢这个奇怪的大姐 心地善良的正太还是决定出手相救 马上给秀秀打去电话 通知他已经被凶手盯上 要求秀秀戴上耳机再接起视频电话 用摄像头环视车厢 找到凶手所在的位置 让他在下一个站下车 自己会充满他的眼睛为他寻求帮助 只是夜里的地铁站没几个人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路人 秀秀刚想开口求救 就被凶手用刀抵住了后背 命令他往偏僻的角落里走 好在秀秀足够沉着冷静 快速掏出背包里的防狼喷雾 让对方暂时失去行动能力 他也在正太的指示下 快速前往电梯的位置 只不过就当他进入电梯后 凶手也从后面赶了过来 硬生生打开即将关闭的门 接着给秀秀打了一针麻醉剂 使他瞬间没了行动能力 但是导盲犬在这尸挺身而出 死死地咬住凶手不放 硬是把他拽出了电梯 最后电梯门再次缓缓关闭 秀秀逃离了凶手的魔爪 但是陪伴多年的导盲犬 却为了救自己壮烈牺牲 秀秀被外偷的路人发现 及时送往医院得到救治 爱犬的离世令他伤心不已 阿伟从医生那里了解到 能搞到那种麻醉剂的地方不多 私人医院或者诊所比较常用 多用于整形外科皮肤科和妇产科 郑太也扔出了凶手驾驶的车辆型号 调查范围正在逐步缩小 为了保护秀秀和郑太的安全 阿伟把他们安排到福利院居住 并派警员贴身保护他们 原来秀秀和弟弟都是孤儿 从小就在这家福利院长大 警方这边经过一系列的搜索排查 阿伟在一间私人妇产医院的停车场 找到了一辆目标车辆 就在他拨通车主的号码后 电话被挂断的同时 凶手也出现在他的面前 对方不紧不瞒地掏出车钥匙 示意旁边这辆才是自己的车 但是阿伟注意到此人是左撇子 挡风不离后面的挪车号码 也跟刚才不打的号码一致 很快就意识到对方在撒谎 他偷偷拿出录音笔 亮出警察的身份要求进行判问 结果凶手拿出了一张模糊的身份证 接着两人展开了一轮肉搏厮杀 阿伟虽然最终占据了优势 用手铐将对方铐住 却枉了凶手是个左撇子 最终还是不幸训致 凶手用阿伟的手机发信息给正太 得知了他们所在的位置 福利院在今天又刚好外出搞活动 只剩下了这节地量 凶手正前往追杀他们的路上 保护他们的警员躲在车里看电视 就在他发现面前的可疑车辆时 被凶手趁起不备下了杀手 接着偷偷潜入了屋内 用音乐把秀秀吸引下楼 正太勇敢地上前搏斗 给了秀秀报警的机会 不过对方毕竟是个成年人 而且带着武器有备而来 而话不说就捅伤了正太 秀秀在紧要关头 不小心把手机掉进了床底 能用来防身的只有一把螺丝刀 他聪明地将螺丝刀深进电源插孔 接着往这上面倒水 导致整个福利院跳闸停电 让凶手增加找到自己的难度 对方在黑暗中果然显得有点不适应 秀秀则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 跟对方玩起了捉迷藏 再利用声音把对方吸引到洗衣房 趁机将对方关了起来 并迅速跑下楼寻找正太 他还发现所有的出入口 都被凶手用手铐锁了起来 还好福利院找不打了正太的手机 秀秀才发现躺在地上的正太 就在他准备拿起电话求救时 却听到凶手扑门而出的声音 秀秀来不及多想 选择赶紧将正太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就在凶手抓到自己之前 成功地将两人锁在房间里头 第一时间给正太的伤口上药 然而凶手还持有阿伟的警枪 普通的门锁根本拦不住他 接着便用枪抵住了秀秀的脑袋 但是秀秀早就知道子弹已经耗尽 再次用一个被射将对方掀翻在地 之后他逃往了地下室 把凶手从正台身旁引开 等到他再次追上秀秀时 却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这里的地上被撒满了汽油 秀秀命令他交出手铐的钥匙 凶手的身上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秀秀则捡起地上的钥匙逃走 不过火轻也触发了消防系统 凶手没有被烧死 带着一身的烧伤再次追上了秀秀 他愤怒地朝着秀秀挥舞拳头 秀秀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还好正台及时苏醒救了他一命 接着用钥匙打开了门锁 就在他们逃出污子时 凶手又追了上来 这次又轮到正台被对方狂翁 场面像极了自己弟弟子之前的情形 他无论如何都要再次爬起来 秀秀用砖头敲碎凶手的车窗 响声把对方吸引了过来 此时他的手里 还拿着一个盲人砖用测距移 就在对方冲到自己面前的那一刻 他轮起了那块砖头 凶手瞬间倒地不起 警察也终于在这时赶到 一年之后 秀秀恢复了警员身份 正台也在他的影响下 立志报考了警校 全篇到此结束 也希望大家在独自外出时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